迪士尼城堡超夢幻 俯瞰罪人景色煩惱全勾銷 以後出遊潮爆發 上半護照得等上3點5個鐘頭 一個字就是擠 這些旅客都是來搶出國的 因此世界各地都要招攬這些觀光客 像是香港政府就寄出50萬張的機票 以及100萬份的消費優惠券 50萬張 對啊 免費的機票 會吸引啊 我會選淡金 超多我已經排了一個多小時了 去的話硬化也沒開 那我們這次去划詮 香港動起來50萬張免費機票 先分給國泰香港快運 以及香港航空 透過抽獎等遊戲方式 分階段贈送最快3月就可登記 初期嫌以東南亞為主 另外帛琉觀光局也宣布 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出關後 能限領美金100元 另外菲律賓除了消費稅退稅打12% 海外菲律賓人邀請外國人付費旅遊 有機會抽汽車甚至公寓住房 國境才剛開到沒有多久 那以目前來說的話 其實大家比較喜歡去的 還是一樣是以亞洲的鄰近國家最受歡迎 那除了日本跟韓國以外 東南亞包含一直以來最受歡迎的泰國 那還有一個是中越縣港 也是相當的門全溫度很高的一個城市 旅行社受到商機無論國人最愛日本 韓國 近期包括土耳其 伊斯坦堡 法國 瑞士都很熱門 各國紛紛祭出優惠 以後稀客就等好久不見的觀光客早日上門 環宇新聞蔡宇智 陳品貞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